看看长春市社保局是怎样蒙骗推诿 当了17年兵的退休人员 咱们看看原文件是怎么规定的 核算退休基本养老金 是按照退休时 还是按照截止缴费时设兵工资核算 吉林省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 即正发1998 22号文件 第五条 基本养老金的计划 翻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男年满60周岁 女年满50周岁 基础养老金等于是周 上年度全部职工月平均工资乘以20% 第十条中 在执行过程中与国家新出台政策相抵触的 按国家政策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完善城镇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金既发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即正发2004 28号文件 第六条中 基础养老金 约标准已参保人员退休时上亿年度 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合算退休金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2005 38号文件 第六条中 基本养老金 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 已当地上年度在港职工月平均 工资合算退休金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已有规定与本决定不一致的 按本决定执行 以上吉林省两个文件 和国家一个文件都规定 按照退休时的上一年设评工资合算退休金 可是在咨询长春市社保局一楼原六号窗口 这个工作人员说是 急正发1998 22号文件 急正发2004 28号文件 规定是按照个人截止缴费的 前一年设评工资合算退休金 还说好几个文件都是这么规定的 陈署篡改外区国家政府文件精神 试骗人的被我们当场截穿后 让他拿出这个文件 他又说 他没这个文件了 既然没有你还蒙骗啥呀 普通百姓都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国家政府办事机构 更应当带头遵纪守法 绝不能执法犯法抗法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五条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 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 公平合法 敛民的原则 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 需要公众广泛知晓 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第二十条中 普平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 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 措施及其实施情况应当告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七十四条中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完整 准确地记录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 缴费和用人单位为其缴费 以及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等个人权益记录定期 将个人权益记录单免费寄送本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 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 申诉公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出版 言论等自由权利 公职人员是属于人民的公务员 是为广大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 老百姓有权利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督 有权利对他们所做的工作 进行录像录音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政府形象